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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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跑的第八棒 我们第八棒十个人 然后都是宏大的中青年商户代表 我们满怀热情地参加新宏大的这次开业盛典 我们家是家族经营的一个公司吧 我们跟随宏大25年了 我们这次也是搬到新宏大来 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更好地提供一个 我们展示的机会和销售的一个市场 我做了二十年 我是从那个先跟人家打工 然后自己开了店 看到封城 人人都赚了钱 感情很深呢 是吧 说我们食品区 像每年封城过节都很多人采购食品 那个每个地区像福建 赣州 宜村 封城 他们都到我们这里来采购 到我们来批发 新宏城大市场位于南昌县八月葫芦 西陵 赣江 北街昌南大道 总占地两千余亩 总建筑面积约四百万平方 总投资一百二十多亿元 充分体现了赣商文化和地方产业特色 致力于打造中国中部体量最大 功能最全 辐射最广 环境最优 档次最高的标杆商业中心 这里有江西第一例盘车桥系统 有全南昌首个正起一站式服务中心 有十一条公交线路 和新宏城大市场站 东新站两个地铁站点 新宏城大市场不仅带来了硬件的全新升级 更有运营理念服务模式的迭代完善 新宏大比老宏大硬件设备 软件设备都好了很多 也在交通要到便于我们做批发的行业 大家都在提转型升级 像我们公司也在宏大的号召下 我们也开始网上直播 跟线上打通 这样我们线上线下的销售会越来越好 宏大在五楼也为我们匹配了 这种电商的这种学校啊什么 让我们更好的学习电商这一块 这一块嘛 我相信我们会在线上会越做越好 交通方便了 有14条公交车指导我们新宏城大市场 活动现场 大型原创音乐情景剧 新宏大欢迎你 将老市场叫卖 新市场分铺 新市场开业等场景搬上舞台 生动表现出 仅跟宏大创业者们 桥前新居的喜悦心情 南昌及周边地区的市民们 慕名而来 商户们也是纷纷拿出 优惠折扣庆祝开业 回馈消费者 一时间 新宏城大市场人山人海 在线了老宏城大市场 年前促销的盛况 它的这个场地啊 这个包括它的周边环境 这个设施方面都非常的宽敞 一个是宽敞 然后非常的明亮 它的设备也搭配得非常合理 反正我还蛮喜欢这里的 就是我们平常 没事的时候可以过来玩 也挺好的 然后呢 如果后期呢 再加上一些那个美食一条街啊 我们就更愿意过来玩了 感觉比以前的老红大商圈 要和很多 首先这个购物环境的话 比以前好啊 以前像那个 都是老商务嘛 现在环境体验都比以前好多了 购物的心情也比以前很好 我刚刚逛了一圈服装吧 童装 女装 男装都有 然后现在在逛这个食品商圈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品种都有 基本上来这里的话 能想买到的一站都能够玩了 都可以不错 挺好的 据了解 新红城大市场项目 在规划设计功能布局上 紧跟新时代商贸发展趋势 围绕商业集聚 文化旅游和幸福生活三大主题 设置了市场交易 常新文旅 商务配套 电商服务 及生活服务五大功能分区 以本次主市场交易区开业为标志 这座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打造 全新运营理念的商文旅融合新城 正一步步从规划中走进现实 大通村位于釜州乐安县京主奢祖乡 三年前这里还是釜州市三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而如今大通村依托乐安县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摇身一变成为了群山环绕 梯田移拟的彩绘村 网红打卡地和4A级乡村旅游点 那么在这三年中 大通村是如何在生态复明的路上 越走越宽的呢 走进大通村 一山傍水的奢乡民居错落有致 户户庭院拾落的井井有条 乡村农居的闲情易志与宁静舒适 彰显得淋漓静致 古朴的祠堂和石板铺就的小路相应成去 最为抢眼的是昔日单调的房屋外墙 如今成了充满艺术气息的彩绘墙 以窗的奢族少女振翅的图腾凤凰 奢族小伙渔猎场景 大通村的原生态加上现代马良们的画笔 成为该村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 吸引了不少游客特意来此拍照打卡 要知道在以前这里可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 先说庄吧 那个以前这里都是那个土啊这些东西 没有一个准体的水泥路啊 这一块的都是到处都是灰尘 土路 这个是一个庄乱是老百姓 他的房钱物后啊包括路边上这些呢 都是堆得乱七八糟的 差这一块就更是 以前我们这里到县城呢 这个路啊都是那种土路 那个晴天呢就是一身灰 以天说就是说话根本路都走不了 我们以前坐搬车在远的村里面 他走到这里来坐搬车要七个小时才能到 到我们那个县城去 现在呢 现在像我们开车的话 应该是40到45分钟就能到县城了 你看这个村它的那个现在的积住条件 我简单说一下吧 你看以前厕所这一块 到处都是用那个 我们这边我不知道是土发应该说是那个 就是树木皮盖的那个棚子 以现在家家户户都是通策 包括我们的那个旅游公厕 你看建的多漂亮 这个是从简单的老百姓的那个三副条件上面 是那个 2017年大通村被纳入省级深度贫困村进行重点攻坚 京竹飞铺 九铺辖 两个离村不远的景区相继正式营业和开工建设 全县的生态旅游业正渐入佳境 大通村被纳入设箱30分钟旅游圈 2018年大通村启动了彩绘村的建设项目 2019年底 3000余平方米彩绘全部完成 站在村口眺望 几十状色彩湾蓝的农舍在一片绿海中特别鲜艳 农舍外墙上充满奢香韵味的三地彩画别有一番风味 整座彩绘村远看像一幅奢香山水画 令人流连忘返 我发现大通村的彩绘设计得很周到很贴心 每一幅大座下面都会给您设置一个拍照点 您往这上面一坐就可以从远处拍到这幅画了 朱姊 这幅画是 朱姊 这幅画 它的主体是以我们君主奢祖乡的虾通步步报侠为主体的 这些鸟 它是总共这幅画有一百只 叫白鸟朝凤 哦 白鸟朝凤 上面那只看到了吗 展翅高飞的就是凤凰 所以这个村里面就画了这只凤凰 是吧 就有这一个吗 总共有三千三百三十三只 它的主要意义也是代表我们少数民族的山叶山 大叔姐 我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住了 它的眼睛仿佛会说画 这个是一个社族姑娘是吧 它这个是一个社族姑娘 这个 这幅画 它是一个三地画 哦 这是三地的 它的眼睛是随着转转的 你走到哪里 它就转到哪里的 要不这样 我们镜头先对着这个姑娘的大眼 然后往左边移一下 看看它会不会转哈 你看看 你走就知道 我们往前走一走 你走哪里 它都是跟着你转的 哎 好像真的耶 真的耶 往左边移 仿佛的还在看着我们呢 哎呦 还一直都是看着这个 那个 而且很深情的感觉 以前这个村 它的路是在那边的 哦 在那边的 这边是后来新修的路 哦 在对面那个路 嗯 这个 这幅画的仪语它是一个妄囊台 哦 就奢族姑娘在看着自己的帐户归来 彩绘画反映了奢族人民自古就有的 以化济世的传统 既是一种时尚 也是涉足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涉足文化源源不断地把游客吸引到大通村 也把当地优良农副产品推向了市场 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39岁的村民熊国莲看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他把家里装饰一新 在家里搬起了农家乐 现在我走进了这个农家乐的厨房里边 哎呀 满满的那种锅气很香 下面我们来采访啊 这位正在做事的大姐 哎 姐你好 打扰您一下 没有 不会 这地方是您开的是吧 对 是从哪年开始做的 就是18年但是这里开始在建 建了之后就是真正开的话 就是2002年 今年 就是今年 那现在生意怎么样 跟以前相比的话 跟以前相比也稍微会好一点点 就是这边的画画起来了以后 对 游客人数有变化吗 对对有 有一点变化 除了大力发展农家乐 村里的集体经济也为吸引游客增加村民收入 做出了不少贡献 总共区谋是养殖那个石板鱼 它是一个特殊鱼种 嗯 怎么会出房呢 你说我们这边应该叫冷水养殖 因为你这个鱼的它的习性就是要冷水 冷水鱼 你像其他的地方那个水温稍微高一点 那它就养不成的 哦 它所产生的利润 嗯 有百分之一时是保障我们 我村的那个就是那些特困 嗯 轮延的那个兜底 嗯 除了这个石板鱼呢 我还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割韭菜的方式啊 我看那边立了一个牌子上面有二维码 是说扫码付费割韭菜是吗 是的 是的 这是个什么说法 这个是 实际上它有两层意义 嗯 一层就是减少我们的那个劳动力的付出 哦 就是让游客到了我们这里可以有一个自主采章 哦 自己动手的感觉 自己动手的感觉 是这样子 第二个意义就是说 通过这奥维瓦扫奥维瓦 嗯 可以去把我本地的一个特色品种材 嗯 那个宣传出去 目前大通村正在积极打造电商平台 不光要将大通村的农副产品推销出去 还要将全乡乃至全县的农副产品都囊括进来 打造乐安品牌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公司看中了村里的生态环境 想要进行旅游研学餐饮的三位议题开发 现在是跟有几家公司 他们是做三位议题化 就是说那个民宿 哦 那个餐饮 嗯 那个其他休闲项目 这些 嗯 做三位议题化的 哦 明白了 我看您这边还有和这个大学间的合作是吗 最早来的就是那个大的民族学校 嗯 他们就已经在这里 并且在这里开展活动 已经开展了两次 嗯 那个南昌大学也在这里租了房子 嗯 在这里也在开展这方面的活动 嗯 人来的越多 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越过越好 96年建村委会的 嗯 对我大同老百姓以前的生活 包括现在的生活是一清二楚 嗯 以前这里的老百姓你要去街上买点肉 或是什么 说几十在话 可能 能吃上肉的 在一个村里面应该就是一两户 哦 几十户只能是一两户 现在 说的难听一点吧 我跟你说的最确切的一个比喻 嗯 我们这里有一个 那个 那个 五宝库 嗯 他到他现在 他你去问他一句话 他就说 问他 你的肉 什么时候能吃啊 他就说 我想着就能吃 哈哈哈哈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的最大的那个 对比 以前我们这里就是算富裕的那家 也就是最多是一两户人家能吃上的 嗯 能说这样的话的可能就是一两户 嗯 所以这就体现了 那个以前跟我们现在生活上的一个对比 嗯 出门见字画 行走 看风景 目前大通村的另外一个旅游项目 白龙峡谷旅游项目也正在开发中 2019年 依靠生态旅游和村集体产业相结合 全村已经整体脱贫 如今 大通村在生态复明之路上越走越通场 大通即将成为下一个网红打卡地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全省各地的文旅咨询快报 8月28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了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公示名单 全国共有248个村落入选 其中包括江西的10个村 分别为 南昌市南昌县黄马乡罗渡村 景德镇市福良县湘湖镇靖坑村 上饶市德兴市湘屯街道办事处杨江湾村 九江市永修县梅堂镇杨岭村 辅州市广昌县须江镇鹏田村 赶州市虞都县贡江镇洪峰村 九江市庐山市白鹿镇玉京村 吉安市吉州区星桥镇调园村 平乡市上历县上历镇达唐村 宜春市铜谷县永宁镇平田村 全国学子乐游江西活动 延期到2021年2月28日 全国大中小学生通过云游江西微信小程序 申领云游江西学子卡 可免门票游览江西所有4A级以上景区 这些景区包括滕王阁 庐山 井冈山 三青山 龙虎山等在内的181家 8月29号 携手巨市百旅同行 江西文旅发展高峰论坛 即全国百强旅行社 走进龙虎山活动成功召开 此次论坛共邀请了 近百位旅游界的专家学者 即来自全国百家旅行社代表 和各级媒体代表 就如何提振江西文旅行业发展 推动樱坛文旅 及龙虎山景区产业 全面升温等方面 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索和讨论 论坛结束后 百位旅游代表开启为期 两日的道教祖庭游 分别游览了 寻梦龙虎山 竹筏漂流 桃花周旋关 橡皮山高空站道 等多个龙虎山景点 赏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 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